我确实比较有私交的是他啦 是他啦 我们有做一些交流啦 但是讲的不多 讲的不多 因为我也不想去过度打扰 现在改啦 现在改 现在改 第二拆好了 还是拼第二拆 和爱上有约定 你振作的决定 面对永恒的爱情 随时把手摸紧 还是不用艰辛 像一盏有茶区 成果已经交出去 我们要如交四期 刚好一个礼拜 整整一个礼拜 你看这个礼拜我们从 从惊讶到旁观 到大家开始参战 然后到现在开始觉得 好像差不多了 也习惯了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 人性的疫情 这个礼拜 人性的疫情 它不会输给新冠肺炎 带来给大家的冲击 那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往前走嘛 那老话就是说 解铃还需细铃 我们大家也差不多 差不多要往前走 我确实比较有私交的是他啦 是他啦 我们有做一些交流啦 但是讲的不多 讲的不多 因为我也不想去过度打扰 就像我刚刚讲的 解铃还需信任 我们都是旁观者 好 点到为止吧 点到为止 大概是中文 如果讲人民的话 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时间这样的状态 实在真的不一样 因为现在是社群时代 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发声 甚至有很多人参战 那么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甚至是真真假假 所以所有的朋友在面对感情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回到最原点 你爱上他的那一刻 你曾经被他吸引过 你那么爱他 为什么后来有一点状况之后 要变得短冰相接呢 如果你愿意回头找到那一个原点 可能就可以让事情往好一点的方向走 包括是不是要讲什么 写什么 这是我的建议 就请你回头想一下 你们相视相恋触电的那一个阶段 你一定可以让自己的肾上腺素 cumb down一点 或许事情会比较圆满一点点 没有针对信号 针对是给所有人的鼓励